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早晨 有我们纽西兰的伊德台 大家好,早晨 大家好,早晨 录的时间是2019年的12月7号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赞 没按订阅,当然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以壮大我们中立和平为理性的声音 好了,今集主要是想说昨晚 泛民那些人真的很开心 搞到香港机场塌的飞机师譚文豪先生 他突击成功了,我们可以要求831拿出片 要求831拿出片出来给大家公审 看看有没有死人 看看你们警察多可惡 让我们再继续批斗你们 那些坏东西 嗯,是咯 那大家怎么看啊 不就拿咯 既然你都要说拿 但其实可以不拿我也一样 你立法会说拿就拿了? 那我港铁不就很没面子 是咯 你真的 你上庭打 叫法庭出条warrant 一定要我拿出来 那我就会拿 如果我是港铁的话 不是咯,如果我是港铁的话 我宁愿会给他 因为他证明香港警察的清白 这片 我觉得 都可以 都可以 是啊 香港警察没有做错事 这件事上面 就拿出来咯 事实就放在眼前 是吧 有两个做法 要么就等你打一锅 打完一锅再放出来 都是没影响的 其实这个过程可能 拉长一点咯 不过其实他们那群人都傻的 831 有多少个 不如港铁 首先要讲一下 有多少个摄像头被破坏 先 他们那群人一进去 就是破坏了港铁摄像头 是 第一件事 你一进去 现在有多少个摄像头 还用得太子站 其实那群人自己破坏完 还要屈港铁 其实这群人很可恨 就是 香港变成这样 民主派的政治人 全部都有责任 KOL都有责任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没错 香港搞成这样 就是当然我们 集中评击萧若元 因为那个声势最大 那当然也有批评 这个芒果佬王玉民 王玉民的徒资徒孙 还在那装恶 就是非常可恨的一件事 都是 将那种极端的思想的文化 周围传 是很可恨的一件事 就是 最可恨的就是 存在建设力量那一边 这一件事是最可恨 黄毓民那种极端思维的方法 和不断捉鬼 说这个是 黄毓民那时候 就说这个是共产党的人 那个是共产党的人 现在他的徒弟 在蓝丝阵营不断说 这个是黄毓民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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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的人 把捉鬼文化 带了去建设力量那里 是啊 就是这样的可恨 我跟大家说 我在北京 这次见了很多朋友 我跟他们谈一下香港的事情 就发现了 就是 就是现在内地人 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不会再来的 有很多人都 就是本来有计划来香港玩的 就是两年前跟他们说 我出国都要经香港 再去澳洲新西兰那些地方 现在不会的 现在他们想直飞 免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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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这条水都没了 就是谭文浩这个全家富贵 就是破坏了香港的航空业 现在还要做些文宣出来 说是政府破坏了航空业 你怎么搞错啊 谭文浩 你自己叫人去围机场 搞到全世界的航班都受到影响 跟着现在跟我说 说香港政府搞死机场 你没事吧 谭文浩 嗯 那其实如果就这样看 这次谭文浩这样搞了 弄了831出来 会不会捉回虫呢 他们 然后到最后发觉 咦? 没有死的人啊 咦? 那怎么办呢 对他们来说 我告诉你 他们的做法一定是 有没有问题 都说到有问题 你知不知道 那当然 他博你不记得 他博你不记得嘛 这班伏机 整天都是这样的 他做了一件事 最重要就是 博你不记得 我先做了 其实就是博你 博你不能反驳 从来都是这样 但是 但是人一定会记得 人会记得 是我们这些人会记得 他们那些信 他们那些人 不会记得的 就是好像 第一印象的可怕之处 就是说 有些人说 喂 你这个台完全没有骂蕭若元的 哇 我经常骂 蕭若元 是 一天骂三次 最高纪录 黄丝有问题的东西 一天骂六七次 没有说过 说我们的台队 只是骂何志光 怎么搞错 这些就是 造谣的第一印象 令到第一印象 黏在脑子里 又说我们 说他正前揭露 节目也不是说他 是吧 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这些就是第一印象的可恨之处 造谣的人 永远都是可恨 不论黄南造谣的人 都是极之可惡的 同意 就是 我昨天就去看那个 建国七十周年的展览 我今天都会再去一次 那就看到其实 就是 国家 辟谣 很艰难 的原因就是 太多人相信谣言 太多人造谣 同时 就连香港建制派里面 被他拿着媒体的人 最初 为什么被你拿着媒体 就是觉得你信得过 你们都有份造谣 现在在那儿 不断地做 又说林郑不行 又不行 又不行 警察 中央只是支持警察 中央不支持林郑 哇 这个造谣 这个人 算得上是 他这些是耳语运动 特意是做这些事 是分化整个建设的力量 建设香港的力量 林郑现在在香港做着 她做了六个月 这样的环境下 不相信 现在骂她的人 你做六 你做六天都受不了 我告诉你 她受了六个月 就在那儿 头那两个月 我们都说她做得慢 但是她开始做事了 那你还要骂 还要说她是假男亲王 还要说她是黄丝 你是不是说习生是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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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KOL 敢你出来说 只是在搞破坏 这些黄毓民的途子途孙 一个都信不过 嗯 没错 非常可悔 其实我怎么说 我今天游走这儿 其实谣言太多 人人都是说香港非常危险 香港有些情况下是危险 但是 整体来说 香港那个社会 还是 转换得到 就是因为 有香港警察 就是严正执法 和 政府团队都非常努力 现在 开始做一些事情 那 那当然 有些官是不行的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你怎么计定哪些官 哪些官不行呢 以及建制派的人 骂那些官不行 哦 那你建制派又做过些什么 今次败选之后 有没有组织那些人出来 有没有组织那些人出来 有没有组织那些人 出来检讨一下 有没有组织自己基层的组织 草根的草织出来说 说 喂 现在不行啊 我们要重新 打回力量出来 在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是吗 就是 为什么不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做这些东西 就是在那里不断骂 没有了队营 就算 我觉得 就算有什么不妥也好 你建设力量都是应该 对事不对人 全部都对人不对事 说那些东西 全部用非常感性的 字眼去挑动情绪 你干什么呢 整件事是要理性去对待 现在要处理这件事 有些人输了性赖 你们责任其实挺大的 他们现在赖政府嘛 输了还要离开 其实那些人 政府没有责任 帮你股票的 政府是政府 你们政党是政党 政党你失票 跟政府有什么事呢 自己做得不好 我赖政府 其实政党政府都有问题的 政府呢 就做来做去 譬如 民建联提议那些 他们照顾全收 但是 你看叶太的党提出来的那些 一样都没有做 其实 问题就是 有时呢 他们做事呢 都是 不得团结的 你看到的 那些人就是看到你团结 才有一些KYO 可以专专这样说的嘛 他就是 他就是看到你 我不是说他里面有 这种 就是怎么说 有来鬼 我不说这些阴谋论 他就是看到你外面 看到你 都没有队形的 那他在外面就说 就骂了 骂了 骂就有人听 有人听就有钱收 现在的生态是这样的 有人听就多view 用最极端的说法 就是 就是怎么说 你讲话越极端 YouTube拍片 就拍得越多 真的 我们这些做 做网台 知道的 就是我们都尽量持守回一个正道 就是 整天说极端的事情 对社会没有益 是不是啊 就是 就是 我今天 就是怎么说 这几天在 就是天子脚下 就感觉 完全感觉到 有些人 根本上就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 嗯 在香港 乱差这么搞 其实啊 那时候 第一次 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 喂 香港的学校应该组织 人去看这个展览 有没有学校组织过 香港政府 有没有派 给钱去做 当然没有 我知道 那些爱国学校 有些人 有些人做了团去 但是 你香港就是 爱国学校本身都爱国的 你不是要那些人去的 是不是啊 是 你搞多些京港交流团 现在的酒店这么便宜 快点做啦 香港政府 是不是啊 教育局啊 杨润雄啊 你搞什么啊 游学团啊 回去北京 北京那些就来 跟那些学校搞啦 联系啦 快点做啦 最好的亲子 就是成家人一起去 一家大小去 是啊 当我旅行 不敢给他们去 其实是一件好事 就是 最重要就是 有一件事 最重要就是 你有一些人 在旁边可以导致他们 就是你 你不要 就是听那些信 那些谣言 就是你去到 去到北京的时候 又是你找些人去跟着 跟那些学生一起去 到处看文化东西先 就是不要说政治先 文化东西先 先看一下 喂 你起码都搞好身份认同先 是吧 香港人 就是你身份认同 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那 就没得搞的 就是你 明明在香港出生 明明在香港长住 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那怎么办 我们这些是华裔的 那些是华裔的 他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身份 他其实技术上不是中国人 他第四代 海外华人 所以就 真的不算 不算得上 他连 英勇的身份都没有 就是中国国籍都没有 那我们都叫做 算有个 特区护照 就是有个身份在那裡 认同感都还存在 所以 而且在香港出生 我们三位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我也在香港出生 不好意思 今天本来是罵谭文豪 但是其实整件事 原因 就是 就是因为 就是怎么说 我觉得 就是因为 民主派的人 太可恥 跟着 就是跟着 建设力量 又是纵容那些造谣的人 你一造谣就很麻烦 但是造谣是怎样的呢 他不是有些黄丝混进去 我们知道的 有些黄丝混进去 那些建制 page 那裏 那就信着他们造谣 你炒了 你炒了车就笑你了 其实是这样做的 长期是这样搞的 还看不到 今时今日 我们几个月前 已经说这些东西了 有一次智能登署的人 还要指责我 我真的信了蓝丝 page 那个价钱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 我知道里面的 那个 智能登署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 真是很厉害的 那些真的可以人面识别 那些 那结果当然不是 你做不到人面识别 那当然不值钱 或者它里面 怎么说 没有那些 污染分析 就是空气污染分析 那些又是不值钱 其实就是人面识别 人面识别没有 那个污染识别 都是值钱的 我跟你说 所以我才说 贵了那个价钱 但是 我们这些东西炒车 人人都炒的 蓝丝就只是批评我们 我们两面不是人 黄蓝也是这样插我们 是吧 但大家其实 一定要回归理性 这个社会 你两边互打 到最后香港 就是全港产 你想香港全港产 可以继续极端下去 我觉得 温和理性 始终我觉得 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不是极端的言论 和极端的行为 这一节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应该 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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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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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节目